大家好,我是小鹿,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动物园里吃过人的猛兽会不会被处死 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 你不去动物园里轻易招惹它们 它们应该不会将你吃掉吧 况且在动物园里看守是很严格的 动物们应该是有分寸的 不太会主动吃人 所以说这件事要看因果 如果人类去动物园想要伤害动物的话 动物吃了它也不算太过分 再说了动物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 想要轻易的处死它们也不容易 另外动物园里会把猛兽区的动物单独隔离出来 而且正常跟游客之间是有隔离措施的 如果真的是猛兽吃人 动物园的管理人的责任很大 但如果是饲养员受到猛兽的攻击 又会如何处置呢 饲养员这个职业本身就存在着危险性 肯定会买意外保险的 而且园方也不会不管 肯定会有所赔偿 不小心伤人也不会到处死的地步吧 毕竟动物是不知情的 它们只是不想被别人伤害罢了 况且肉食动物都是很有野心的 像是狮子老虎一类的会攻击人 人类应该会想得到啊 这是必然的 因为你闯入了它的生活区域 动物肯定会对你有所敌意 这是再正常不过了 人与自然应该和平相处 不能因为动物本性的原因而处死它 这对它来说太过残忍了 野生动物 小狮子 老虎之类的 也是动物园的财产 更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 不要因为一点事就伤它的性命 想着把它给弄死 还不如做好防护措施来得重要 所以说动物园吃过人的动物 如果还没有进入动物园之前吃过 那也没有办法 就像是如果人要扒虎皮 被虎吃掉了 那还能怪谁呢 一定要搞清楚才能做决定 不要轻易的伤害猛兽的性命 人的性命重要 动物的生命也很珍贵